好 我們看一下Euripides Euripides跟Sophicales呢 其實在這個職場上面呢 他們一直是競爭對手 雖然是有前後 但是他們之間的這個差距其實並不大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個Sophicales呢 那麼他幾乎每一次的比賽呢 他十拿九穩都是拿冠軍 Euripides就得獎機率就沒有這麼高 好 那麼我們另外講到就是說他其實 一生呢也沒那麼平順 好 那麼Euripides呢 就像Sophicales 人長的帥 然後到處受到歡迎 好 所以這也是有些人講說 Euripides他很擅長寫壞女人 很多人認為他會擅長寫壞女人的原因 是因為他遇到壞女人大概也不少 或者是跟女人的這個經驗也不太好 好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Euripides呢 那據說他其實他在他自己還有生之年的時候 他最受歡迎的劇本是Telephys 這也就是為什麼呢 Telephys這個劇本到今天已經失傳了 可是我們看到出土的文物當中 像水瓶啊或者是我們看看很多那種水瓶 那麼上面有很多都是Telephys演出的情況 因為在當時他是非常的受歡迎的 所以那是蠻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麼同樣的就是說這一本劇本當然是失傳 可是我們大概知道裡面他講的是哪一個故事 我們先看一下Telephys 好 那麼Telephys他的故事呢 就是講到就是說這個希臘人 那麼當他們這個聯盟呢 就是在這個阿基曼諾的帶領之下 然後要去攻打特惟一層 他們都在哪裡集合 Olish 對 他們都在Olish集合 好 那集合之後 剛開始是那個風不吹對不對 後來風吹了 好不容易吹了之後呢 他們就出發了 那本來就想說這麼多希臘聯盟 而且這裡面應該有不少聰明的將領 不過很奇怪就是 居然都沒有人想到說 他們要先查一下那個地理位置 那個特惟一層在哪裡 所以大家就好 出發了 起風了 然後衝出去之後呢 沒路了 所以他們就跑到這Mesha這個地方 那Mesha那個時候的這個國王呢 就是Telephys 好 結果呢 就到人家家那邊呢 就去跟人家打了一仗 然後打了一仗呢 結果呢 Telephys呢 他就跟這個阿基里斯兩個對打的時候呢 然後他就受傷 他傷的並不重 可是很奇怪的是 就他跟阿基里斯這個對打的時候 受那個傷的是 阿基里斯他那個刀劍造成的 就他那個傷口呢 不生 可是一直血就流不止 所以他就開始就緊張啦 就一天就是一直流 你身體還有多少血可以這樣一直流 雖然就是洞不是很大 所以當然他就要想辦法呢 就要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你當你 如果你是古希臘人 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去找誰呢 阿波羅 對他也去找阿波羅 阿波羅的神域就告訴他 這叫做呢 欸有一句誠言我突然想不起來 不過意思就是 誰造成的傷害 解靈還需系靈人 我想起來了 好所以解靈還需系靈 所以既然是阿基里斯呢 這一刀傷了他 所以他就要回頭去找阿基里斯 所以呢 本來來攻打他 然後跟他打了一仗的 這一些希臘人呢 又全部退回去歐里斯 所以他也啪啪啪 也不能跑到去歐里斯 好那去歐里斯 他當然不能正大光明的去找 這個阿基里斯 要這個解藥 所以他怎麼辦呢 他就假扮成一個 就是當地的一個這個乞丐 好 那就是趁他這個 行起的時候 那大家當然不會特別去注意到 乞丐在幹什麼 所以他就趁機呢 就綁架了歐里斯特斯 歐里斯特斯 歐里斯特斯那時候當然還很小 好那麼歐里斯特斯呢 那是阿基曼納呢 他唯一的兒子 所以這不得了了 他等於是國家的這個繼承 王位的繼承人呢 被綁架了 所以呢他就利用歐里斯特斯 就是跟阿基曼納就談判 好 那麼阿基曼納當然就找來 阿基里斯啊 那你自己幹的好事 能不能麻煩你就收一下場 就阿基里斯要很決就是 我會殺人 可是呢我不會救人 因為我不懂醫療 之後他就拍拍屁股就走了 就就愣在那邊 好那我們知道在希臘盟軍裡面呢 誰是最聰明最老兼聚化的 Odysseus 所以Odysseus他也不懂得醫療啊 不過呢他是這樣子推理的 既然是阿基里斯的刀戒弄傷的 那這個解藥如果阿帕羅講的是真的 就是所謂的解靈害虛性的人的話 那這個解藥應該也就是那把刀 所以他就把阿基里斯的刀借來幹什麼呢 就上面刮鐵袖 然後把那個袖呢就放到這個 Telefus他的就是等於當傷藥來這個 就是處理 就Telefus那個血真的持住了 不過我是勸告你們不要去試 好然後呢他就是這個傷就好了 那傷好了之後呢那Telefus呢這個時候才跟他們講說 你要怎麼到特洛伊城去打仗 OK 所以我們剛才看到的那一幕呢 是Telefus在這裡 他假扮成乞丐 然後趁呢這個盟軍沒注意的時候呢 就把這個Orestus這個小孩子就給綁架 然後去威脅他的父親阿基曼納 那後面這個是誰呢 當然就是他老婆克里天安斯特 OK 好那麼Orestus呢其他就是蠻出名的作品 那我特別要強調像 像特洛伊的女人其實是到了20世紀以後 因為20世紀呢就才剛開始沒多久就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 然後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這個經歷呢其實是讓特洛伊的女人呢 在20世紀以後變成其中一個最長演出的一個戲碼的一個原因 因為特洛伊的女人他基本上他沒有所謂的情節發展 他只講說特洛伊城結束了以後 然後戰敗男人全部都被殺光了 只剩下一批女人 然後這批女人呢 基本上就是這些希臘的將領他們就是抽籤 然後看誰呢就是分到哪一個 呃就是這些貴族的公主啦或什麼 然後就把他帶回家去當作奴隸 包括我們知道Cassandra就是這樣子 然後被分配給這個阿基曼隆當作奴隸 所以這個劇本他基本上沒有什麼故事 然後他的一個這個情節上面的主軸呢就是赫克巴 那赫克巴呢跟其他殘留下來的特洛伊的 包括他自己 Cassandra 然後他的這個其他的媳婦 他的這個女兒 那當然還有海倫 那麼他們都各自呢就是要嘛就是擔心他自己的未來 要嘛像哈克巴他還要擔心他的女兒媳婦的未來 或者是像海倫的話他倒是不擔心 只是呢他已經玩膩了 他不知道他能不能自己平安的回到這個希臘城而已 那到了20世紀之後呢 這一個劇本之所以受到青睞 就是所謂的反戰思想的關係 因為他所呈現出來的是戰爭以後 尤其呢這些殘留下來的特洛伊的女人呢 他們在每一個人 就是出來在表達他對於他自己 或是對於他身邊的人的未來的擔憂的時候 那麼不免呢就會去責怪 男人死了死了之後呢你就沒事了 活著然後要繼續呢承擔戰敗之後的結果 這個苦果的卻都是女人 OK 好巴凱我們剛才已經有稍微提到了 那麼是他已經被放逐了之後 然後他到Macedonia 就雖然他被放逐是希臘城邦不稀罕他 可是呢其他的這個城邦呢 其實對他都已經是 因為他已經相當的有這個地位 文學的這個地位 所以是非常歡迎他的 所以他是在放逐的這個過程裡面呢 寫下巴凱他最後一個作品 那其實巴凱他也沒有完全寫完 他只剩下最後一段 那麼據說也是後人幫他給補上的 那我們剛才有講過這個作品 不是他自己帶回雅典城去參加戲劇節的比賽 這個作品呢也是後人幫他帶回去的 OK 那這個是我們剛才提到過 就是他的作品裡面對人物的描寫 他又比Sophicalis更往前的一步 所以他的這個對於情緒 情感的這個描述呢是非常非常的寫實 寫實到呢就有很多 會讓這個當時的觀眾覺得呢 是很上不了檯面的 比如說他所寫的裡面呢 還包括像這個米蒂亞 米蒂亞呢他為了要報復他自己的丈夫 然後把自己的孩子給殺了 作為報復的這個手段 然後他的最後一幕呢 就是把他的小孩子已經殺了之後 然後屍體就往下丟 然後砸在他丈夫的這個面前 那這個是在當時的劇場來講 這是很不能夠上檯面的東西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就像 那個殺人都是在後面殺 殺完了之後呢 把他給送出來那個輸送袋 所以殺人的時候不給人家看 然後怎麼就屍體就這樣子砸下來 OK 好 那麼Euripides呢 他所寫的羊具當中有一部 Cyclops是唯一完整保留下來的羊具 OK 那麼Cyclops呢 他裡面所講的呢 就是這個Odysseus 當特洛伊戰爭結束了以後呢 然後呢他就是被吹到這個 Cyclops他們住的這個島上 好 那麼在這個島上呢 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他為了要這個補給品 好 那麼他本來是要跟這個 呃 住在這個島上的Cyclops呢 讀眼巨人 然後去跟他買也好 用換的也好 可是呢 先找到這邊來 可是呢 讀眼巨人 就說他雖然自己有養羊 但是呢 對他來講呢 他還是比較喜歡吃人肉 所以呢 他就把他們困在他自己的這個山洞裡面 好 那麼 Odysseus呢 因為他很聰明 他知道就是說 這樣子硬幹的話 他們絕對贏不了 所以呢 他在晚上的時候呢 就跟這個 讀眼巨人呢 就兩個人就是套交情 那讀眼巨人第一個 他就捨不得吃掉Odysseus 他太有娛樂價值了 他會跟他講故事 會跟他唱催眠歌 所以就多留他一下 利用他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那麼 Odysseus就把他那個唯一的一個眼睛 他獨眼當然就表示他只有一個眼睛 就把他刺瞎 刺瞎了之後他看不見 那他當然不會甘心呢 就Odysseus他們呢就是 刺瞎他的眼睛 還讓他們呢就是 這個逍遙在他的洞裡面 所以他就把那個洞打開 守在洞口 然後他就靠觸覺 然後把他的羊 如果是他摸到那個毛毛的 就把去殺了羊 他就把他放出去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邊 Odysseus呢 他們就把他的羊給殺了 然後把取他的皮毛 就劈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呢他們就劈那個皮毛出去 所以當那個獨眼巨人一摸 啊毛毛的就往外丟 啊事實上呢 是人不是羊 OK 啊等到他們跑到這個岸邊的時候 他們自己平安的上船的時候呢 Odysseus呢就做了一件事 他在叫人家很那個的事情 他逃了你就算了 你走了就算了 然後他還要回頭呢 就對獨眼巨人講一句 你給我記住 今天呢把你眼睛弄消 把你整的那麼慘 就是我Odysseus 這也就是為什麼 他打完十年特洛伊的戰爭 還要再十年才會回家 因為Cyclops呢 是Poseidon的兒子 所以當海神知道了以後 一個短短的一段距離 就是大部分就是 這個金門到這個福建 省 然後這一段路呢 他又走了十年 因為往前走一步 那個風就往後再吹 OK 好我們再來回到 那當然Cyclops 既然是唯一的一部 就是完整保留下來的 這個set 就是洋劇 所以我們當然也不能夠 就是說喔 因為這一部是怎麼樣 我們就是能夠確定說 他所有的這個寫作的題材跟形式 那只能是說 就是大概就是有這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能夠肯定的只有就是說 既然叫做Satterplay 他裡面的歌舞隊成員 他就是Satter's 就是這些半人半羊 好那剛才同學問到了就是 這個Spar達人呢 當他們戰勝了雅典人的時候 他們慶功宴裡面 那麼所表演的 就是Euripides 從他的Electra 這齣戲裡面來的 其中的一段 好那麼這個提醒他們 就是他們所戰勝的這個 雅典城呢 他們劇領的這個雅典城呢 那麼曾經培養出像Euripides 這麼偉大的一個劇作家 所以也因此 他們並沒有把雅典城移為平地 那他的古蹟 就是一直流到我們今天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呢 是盤子上面的這個彩繪圖案 那這個所畫的是什麼呢 可能就是我們那個Trojan Women 就是特洛伊城的女人那一齣戲 那這裡呢就是講到海倫 中間這裡 那海倫呢 當他呢跟其他的特洛伊的女人呢 一樣都被當成俘虜了之後 那麼本來呢 這希臘的這些陣營裡面的這些 盟軍的將領呢 那麼要他的丈夫在這裡 拿著盾牌的 那要把他這個出死刑 要把他給殺掉 所以他也真的照著 就是大家這個軍事會議的這個決定呢 然後帶著這個刀劍 他刀子在這裡 不太明顯 在這個邊緣的地方 那照理說海倫他根本手無寸鐵 他能夠怎麼樣 為什麼他要帶盾牌呢 那他怕看到海倫的時候 他會像個不小的手 所以就是盾牌這樣遮著 可是後來他還是放過了海倫 因為海倫實在是太美太誘惑人了 所以在這個戰爭之後 海倫還是跟著他 就是回到斯巴達城 還是繼續做他的王后 好 那麼這是巴凱 這個是化妝品的那個盒子上面的圖樣 那麼巴凱呢 其實大概是所有的希臘悲劇當中呢 就是留下來我們很清楚內容的 只有唯一的一部 真的直接跟九神有關係的 好 那麼他是講到九神呢 就是他自己成神了之後 好 那他跟別的神不一樣 九神那個傳教要自己來 然後自己就是一步一腳印的走出來 OK 所以當他呢 就回到他母親 三明利的娘家 迪比斯城的時候 那 他娘家裡面他的那些阿姨 他的那些母親的姐妹呢 其實都不承認他是神 好 所以他就被排去在外 然後非常不受歡迎 那麼那個時候呢 在位的國王 是他的表哥 Pantheus 那他的表哥呢 就覺得是說 欸 就是跟著九神的這些信徒呢 每天都喝醉 喝醉了之後 就做一些呢 不符合禮教的這些事情 所以呢 就很不已完 就下令呢 就禁止這個宗教 而且呢 還 就是派軍隊出去呢 抓這些九神的信徒 好 那麼九神呢 剛開始的時候呢 就想是說 能夠用說服的就用說服 能不見血就不見血 可是Pantheus呢 非常的堅持 所以呢 就再一次呢 Pantheus又命令他的大軍呢 出去抓九神的信徒的時候 就很奇怪的是 這些軍隊他出去抓到那個信徒 然後 本來給他五花大綁 但是身上那些鏈子啊 或者是繩索 都會自己脫掉 就是 鬆脫 然後他們抓來的這些人呢 就一個個都溜了 全部都溜了 就只剩下一個 因為這個自己好像就是不想走 結果他就把這個人呢 就抓到Pantheus 就抓到國王的面前 OK 那Pantheus問他是誰啊 你是誰啊 沒有見過這個人啊 然後他就說 他是九神的祭司 那其實他自己就是九神 Dionys 那當然這是一個新的宗教 所以Pantheus 其實呢 雖然他下令禁止 雖然這個宗教給他的 呃 這個感覺是非常不理性的 就是喝醉酒 然後鬧事 可是呢 他對這個新的宗教 還是有一點好奇 他就開始問 既然你是祭司 你應該很了解這個宗教 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這個時候呢 Dionysius九神呢 就對他講 欸你可以來看啊 你可以來觀摩啊 他們在山上就有祭司啊 哪都是山呢 既然是迪比斯神 當然就是西斯蘭山 所以他就帶他到山上去 那這種心態是什麼呢 你想想看九神的信徒 早期的時候 幾乎是清一色都是女性 因為在古希臘裡面 對女性的教條束縛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他們就是藉由酒精 然後去等於是解放他們自己 那他們解放他們自己 當然他們也知道 會做出一些事情 其實是真的不登大雅之道 所以他們都是躲在那種 人少 人厭西少的那種山上 山林之間 好那你想 潘迪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 就很像那種 看到色情光碟一樣 偷偷看 然後看到自己很熱 所以他就跟著九神的 就真的到山上去看 然後看的時候很迷啊 迷到九神在他旁邊 他也都無所謂了 然後迷到什麼程度呢 他越來越接近這些信徒 他甚至於不知道呢 他自己已經 掉到九神的這個陷阱 那麼在九神的 他們信徒的這個 祭祀的典禮過程當中呢 一個最大的高潮呢 就是要抓祭品 那一般來講 祭品的話 都是山林裡面的一些野獸 然後他們就是生的 就是活的 就生通活潑 剝掉了 就在他們到了這個祭典的高潮的時候 九神就這一次就送給他們一個大禮 那這個大禮就是 Pantheus 所以我們看到的 在這個化妝品盒蓋上面的這個圖案呢 這個 是Pantheus他自己的母親 這個是他另外一個阿爺就是 Samimi 是他也是九神的另外一個這個阿姨 然後就把他生通活剝掉 那當然他們這個時候呢 還是酒精的影響 所以他的母親呢 還帶頭把他的腦袋 就這樣硬踹下來 然後就帶回到他自己的皇宮裡面去 一直到他九醒的時候 他才看到那個腦袋才認出來 他殺的不是山林裡面的野獅子 就是他自己的兒子 好 那麼這一個呢 是關於九神的另外一個故事 好 這一個故事呢 是解釋海豚為什麼會這麼聰明 應該有聽過 就有人講說那個海豚的智商 跟人類是非常非常的接近的 為什麼呢 這個故事告訴你 因為海豚本來是人類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九神 九神他要傳教 必須要靠他自己走 OK 那麼九神的出生我們之前有提過嗎 有 好 那麼 複習功課 誰來跟我講九神的背景 他的出生是什麼 欸不是有講過了嗎 不是有講過了嗎 有人在翻三個學期的這個筆記了 有人在翻三個學期的這個筆記了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三明想要看宙斯的真面目 為什麼 因為 你們沒事都要去看吧 因為伊朗好像是有終點會去塞龍的事情 OK 就Kira就是有稱 那她是公主 她是兩點層的 不是 這個 伊比斯層的這個公主 所以呢 她當她身邊都有人伺候 結果有一天 她伺候的這個侍女 就是出門幫她買東西的時候呢 然後 希拉就趁這個機會 就化成她的這個侍女 然後就來接近她 就跟她講說 喔我剛剛到城裡面去喔 然後這不得了 滿城風雨 大家都在講啊 這個公主還沒有出嫁 然後就挺了一個大肚子 OK 那在那個時候來講 古希拉的女性 她要出嫁之前 她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嫁妝是什麼 就是她的真操 所以她就是等於就是沒有人要了嘛 那你還不會圍攻公主 怎麼這種行為 所以呢 她當然就是講說大家都在講啊 你不知道跟哪個爺 就是爺男人啊 然後搞下來這個啊 所以就是去 就是像剛才講塞農 就讓她說 那怎麼樣去證明 就說 欸這個不是一般的人類的這個孩子 那麼這個事實上 她的父親呢 是一個神 所以呢 就要她去看這個 宙斯她的真面目 那宙斯的真面目 就是那個打雷閃電 所以一般凡人 要看了她真面目 基本上也被她打成灰了 OK 所以這是 呃 希拉她打的如意算盤 這樣的話 一石二鳥 包括她肚子裡面的小孩也沒了 好 結果呢 就是 閃蜜就是 就是跟那個 宙斯就是有一番的 就是談判之類的 然後 宙斯都說好啊 那我看啊 看不了解你 欸才不談判 不知道宙斯用閃哪一個 宙斯就說 欸不是 宙斯說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 然後 宙斯可能就 宙斯可能就 你知道就是 就好啦 就是地藏不住 然後就給她看了 結果 閃蜜就是因為那個閃電火關係 就是被燒 燒燒燒 就是殺營了之後 然後她既然 神講過的話 這金如細言 她要聽到 可是呢 她也知道就是後果會是什麼 所以為什麼 我們就說為什麼下雨 就是打雷閃電之前 一定烏雲密布 因為當時呢 就是宙斯為了要保護三米里 所以她把所有的烏雲招來 希望能夠 減緩她的這個 雷電的這個威力 可是當然呢 還是把這個三米里打 就是這雷電一打呢 根本燒成灰了 但是呢 她救了胚胎 可是胚胎還沒有成熟 所以怎麼辦 對 就胚胎還沒有成熟 她還是需要有一個地方 繼續成長 一直到她成熟 所以母親的子宮已經沒有了 她就只好塞到她自己的大腿裡面去 然後讓她繼續成熟 繼續長大 那剛開始的時候 這個還蠻方便 等於是她可以帶在身邊嘛 隨時都可以照顧 那希拉也沒轍了 可是她總是要成熟 成熟她就一定要出來啊 沒有說哪個媽媽 她那個子宮裡面的這個小孩子 佩胎成熟還繼續讓她住了 沒這種事吧 還是一定要讓她出來 那讓她出來 她就沒有辦法自己照顧啦 所以怎麼辦 對她就要交給女神 因為女神住的地方 一天太好奇麗 然後下雨 我們都知道這個下雨的時候 這個視線不良 所以想說啊 那至少可以暫時躲過 這個希拉的這個耳目 那女神呢 接了這個燙手山芋呢 她也不敢這個輕估 很怕這個下雨還不夠 所以呢 這個小孩子明明是一個男生 可是把她當女生來打扮 然後這樣子養大 她想說這樣子可以騙過希拉 因為希拉到處呢 去找的是一個男生 那她事實上呢 是把她打扮成女生 但是男生過了 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後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那個體格就不一樣了 很明顯就會看得出來是男生 所以女神也護不了她了 她就只好讓這個 Dionysus她自己 就到外面去流浪 OK 那麼Dionysus出去流浪了之後 就說她其實命中注定呢 她要娶Ariadne為妻 那麼Ariadne她也是一個公主 那麼她本來呢 是幫助Phesius去殺這個 牛面人生的這個怪物 那牛面人生的怪物 其實就是Ariadne她自己的哥哥 可是她幫了Phesius之後呢 那Phesius很花心 她就是看一個愛一個 看一個愛一個 然後等到她呢 目的達到了之後 她又愛上別的女兒 然後她到了Nexus這個島的時候呢 就假裝是說她有急事 就跳上船就走了 那其實她就是把Ariadne就拋棄 就一個人就丟在那個地方 OK 好那我們現在回到九神 所以九神她到處流浪 她也不是毫無目標的 那她知道說她必須要到Nexus 那麼她到Nexus她必須要坐船 所以呢她就到岸邊 然後就等船 等船那時候很無聊 她就開始在那邊喝酒 然後喝到她自己也醉 然後在那邊睡覺 那因為她身上的衣服呢 很漂亮 所以呢 在她睡覺的時候 就有一艘船 就經過 這艘船是海盜船 就看她身上衣服那麼漂亮 應該是什麼王公貴族 那如果把她綁架了 搞不好可以要一筆很可觀的書籍 就把她給綁架了 綁到船上去 好 綁上去了之後呢 那她在這個船上呢 她睡醒了之後 欸好開心喔 我不是把她等船嗎 怎麼一醒就在船上了 所以她也不知道發生 就跟這些海盜講 我要去Nexus啊 順便一下 就這些海盜呢 根本就不理睬她 有的還在故意呢 就在那邊嘲笑她 在那邊鬥弄她 只有一個人例外 這個人是誰 就是Selenus Selenus是幹嘛呢 她是掌舵的 那她覺得這個小孩子的來歷 不明之外呢 很可疑的就是說 她為什麼身上有這些意識 然後呢 她在這邊 跟這些海盜 在這邊對話的時候 發生的一件事 她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比如說船圍 然後突然之間呢 就開始發芽 就開始長 長成什麼呢 葡萄 然後很短的一段時間呢 不管是發芽 然後慢慢還長了葡萄 結果還成熟 然後呢 他們的船甲板上呢 一下子不知道從哪邊 也沒有洞 也沒有漏水 而且最重要的是 突然之間就好像 犯大洪水 但是呢 船上的這些不是海水 都是舊 所以呢 Selenas就勸她的同伴呢 不要再鬧這個小孩子了 就乾脆就把她放在 就是我們原本就是在哪裡發現的就好了 趕快自己逃命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小孩 可是她的同伴都不聽 最後呢 我們就看到的就是 Dionys突然就變成一頭獅子 她就開始攻擊這一些 船上的這些船員水手 所以這些海盜沒有辦法 就只好跳到水裡 很奇怪的是 他們跳到水裡面之後 就變成了一隻隻的海豚 所以據說這也就是為什麼 海豚的智商這麼高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人類 那麼 所有的這些船上的這些船員 這些海盜 後來都變成了海豚 只有一個例外 也就是Selenas 那個舵手 那麼當然呢就是 故事裡面是說 因為Selenas呢 是唯一一個對她懂的 就是尊重的 不過我一直 就是從聽到這故事 就想說 她沒有舵手 她打算去哪裡 那麼Selenas呢 就是說 基本上來講 這個故事是解釋 就是說她的第一個 她的等於是 她的這個所謂 九神的這個宗教 成立了以後 她第一個 就是對她崇拜的這個人類 據說就是Selenas 但是其實Selenas的身份呢 也不是這麼的固定的 像有的神話呢 是講成說 Selenas呢 她其實是半人半羊的這個 等於是 最資深 年紀最大的一個 那因為呢 她非常的懶惰 好酒攤杯 所以呢 她就變成了 這個 酒神的這個信徒 因為你既然是 酒神的信徒的話 不管你再好酒攤杯 反正你這個酒 是絕對喝不完的 一定喝得很痛快 OK 所以我們看到到 Selenas 羊聚的時候呢 那我們知道 她的歌舞 隊裡面 她的成員 就通通都是這些半人半羊 那據說呢 她們的這個 她們都有一個領隊 這個領隊就是 Selenas 那麼要分辨 Selenas跟其他的 這些半人半羊 這些歌舞隊的成員呢 一個最好分辨的方法 就是Selenas是唯一 那個禿頭的 因為她年紀最大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 所以那個禿頭的那個 就是Selenas 因為她年紀最大 那其他的話 是像這樣子 那半人半羊 雖然她叫做半人半羊 要注意到喔 他們後面那個尾巴 不是羊尾巴 是馬尾巴 所以他們在裝扮的時候 包括歌舞隊 他們的服裝也是 後面 他們戴的是馬尾巴 而不是羊尾巴 你看到沒有 是很大一匹 而不是羊的那小撮而已 好 那麼我們再進入到 就是Selenas play 羊具的部分 那麼我們知道 Selenas play 羊具裡面呢 歌舞隊他的裝扮呢 其實我們可以很清楚 就從promise 就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看的那個水旺裡面呢 他的那個彩繪就可以看到 那麼那個彩繪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細節的部分 上下兩排 上面中間呢 這個地方 這個呢就是Dionysus 九神 你可以看到他的衣飾 跟旁邊這些人的衣飾很像 因為這些呢 都是悲劇的演員 所以他手上拿的是面具 他雖然叫做面具 但事實上呢 不只是臉上掛的 包括他的頭髮 鬍子 如果頭髮上面 如果有像頭飾 其他的飾品 其實在那個時候 通通都叫做面具 他都是面具 這一塊下面所屬的範圍 好 所以這個你看到的就是 悲劇已經演完了 所以悲劇演員 他下戲的時候 然後你看到 準備上戲的呢 就是這些打扮成 半人半羊的歌舞隊 他們準備要去演出 set play兩句 好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標準的打扮 就是這個 好 這個是像一件小褲子 上面通通都是毛 就代表的是陰毛 然後呢 會有一個很大的老二 這個老二當然不是天生的 好 這個是道具 所以他的這個 等於他的這個服裝呢 就是有一部分就是道具 前面就是一個 呃 放大的 好 這個老二 後面呢就是一條 螞蟻巴 好 那麼這個就是歌舞隊的這個裝扮 好 那麼這個呢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唯一留下來的 這個 呃完整的 呃 楊俊呢就是 Cyclos的內容 OK 好 那我們再回到剛才那一頁 好 那麼楊俊他是怎麼開始的 其實也是一樣有很多的 不同的說法 有些人認為呢 有的理論是說 楊俊其實是比 悲劇都還要早開始 因為既然呢 戲劇本身 他跟九神有很深的關係 那事實上楊俊跟九神的關係 是更密切 因為他整個歌舞隊 都是半人半羊 我們都知道半人半羊是九神 他的信徒 OK 所以有他們在絕對跟喝酒 就離不開關係 所以有人認為 事實上他們的歷史是比這個 呃 悲劇是還要來得久的 他們是先開始的一個東西 那有人是說呢 其實悲劇是先開始 但是悲劇呢 他跟九神的關係呢 真的不夠密切 所以有的人就認為是說 既然戲劇節 他也是九神節 那麼應該要有跟九神 更有關聯的東西 所以在這個戲劇節 為什麼規定 最後三出悲劇之後 一定收尾的這齣戲 他一定要set a play 他一定要半人半羊 來做歌舞隊 就是為了 要加深這一層跟九神之間的 這個關係 好 那我們已經講過 他之所以叫做 set a play 羊聚 就是因為他的歌舞隊 而命名的 半人半羊 selenus是他們的這個領隊 所以只要是 set a play 裡面的這個領隊 歌舞隊的領隊呢 他都叫做selenus 然後呢 他一定很好色 那其實所有的半人半羊 幾乎都很好色 就是當然他是知醉 他很好酒探杯 我們也知道 所有的半人半羊都很愛喝酒 可是那個愛喝酒 到實在是呢 很不得了的 最糟糕的狀況 就是selenus ok 那麼他因為好色 因為好酒探杯 所以他常常呢 會做出一些 就是未達目的 為了要清淨美色 或者是為了要喝酒 然後他會撒謊 會做很多那種醜事 他也會偷竊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他只要能夠得到 他主要的這個利益 ok 好 那麼楊劇本身呢 就是說他其實並不是喜劇 他的這個情節 他的內容呢 其實不見得 要讓觀眾呢 哈哈大笑 但是他最大的特色呢 是在他很吵雜 因為這些半人半羊 不管呢 他們就是喝酒啦 酒醉了跳舞啦 或者是說呢 他們為了要追求美色啦 或者是說他們撒謊啦 他們在做糗事的時候 那麼都會非常的吵雜 那當然有時候 而且還是蠻多的時候 可能也會讓觀眾覺得好笑 好 那麼Sat the Play 他存在的最大的一個目的 就是在就是說 在這個戲劇節一天下來 從早上 連續看了三處悲劇之後 不期望觀眾呢 就懷著那個很不足的那種心情回家 所以在他們回家之前呢 Sat the Play他就等於是一個調劑 心情上面的一個調劑 然後等到心情調劑過了以後 再放觀眾回家 那麼Sat the Play他所寫作的格律呢 跟悲劇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有在語言上面來講呢 悲劇呢 它是比較正式的這種規格所寫出來 那麼Sat the Play他就是比較 比較傾向於口語化 這是他最大的一個差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剛才講 Sat the Play他不是喜劇喔 所以他的格律其實是悲劇的格律 他並不是喜劇的規格 歌舞隊的隊長跟演員的 歌舞隊的隊長跟演員的 就是演員他所扮演的 演員在我台上的演員 就叫空氣 如果你在看劇本的時候 通常他不會特別幫你把空氣 都掛出來 因為他就是在對話的一個部分 他會幫你掛出episode 因為他這是場次 他會標好 序號 他也會幫你標出stacema stacema就是地區出歌舞隊的這個表演 但是他空氣他不會特別去標示 好什麼問題 好我們進入到喜劇 喜劇他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的發展 一個是舊喜劇 一個是中喜劇中間的中 然後到新喜劇 那麼喜劇到底怎麼開始 其實一樣也沒有人真的知道 他的這個源頭 那有一種傳說呢 就是說Crentinus他是一個喜劇的作家 那他很愛喝酒 然後他考了一個老婆 叫Comedia 其實意思就是他就是喜劇 所以他就很會寫 然後很會寫喜劇 所以他在劇場上就大賺錢 他就變成名人 那我們都知道這個人出名了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很多女生就會來倒貼 就倒貼了之後呢 他就每天啊 就在那邊跟著女人堆裡面混啊 然後混了一天之後呢 他已經回到家裡 然後他老婆們已經等了一天了 就活來的那個呢 就不舉 他老婆就很生氣 所以就把他踢出去了 然後把老婆踢出家門之後 從此之後就寫不出來了 那這就是喜劇 為什麼喜劇的開始 就去說是這樣 所以他寫的最聰明的一齣戲呢 留下的名字就叫做 酒囊 換一看 好那當然這是傳說 那個Comedia呢 他這個就是所謂的comedy 他原來的那個 在希臘語裡面 他的意思呢 就是大家慶功啊 很歡樂的時候呢 那麼所創的這個歌曲 那麼同樣的就是我們很難去追溯他的這個來源 可是從就是喜劇裡面有很多黃色笑話呢 就是亞里斯多德他是推測著說 他可能是從仿劇 或者是鄉間的一些就是鬧劇 鬧劇裡面他本來就有很多的那種黃色笑話 是從這邊推移的